必须不断提醒自己,放下你的浮躁,静下心来阅读,放下你的担忧,勇敢走自己的路,放下你的贪婪,有事必有得,放下你的自卑,相信你自己,放下你的失荣,别自以为是,放下你容易被诱惑的眼睛,听从自己的内心,放下你的自私,学会懂得感恩,放下你的懒惰,该好好努力了。 生活常常是充满矛盾的,我们总是会去在意别人的言论,不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追求自己想爱的人,害怕淹没在非短流禅之中,所以,生活真的是需要勇气的,更需要修炼,如果,你认定你前方的路是正确的,就不要被外界影响,已先走你自己的路吧。 如果,你活在别人的眼神里,就会迷失在自己的心路上,我们活得累,不外乎对曾经念念不忘,对当下犹豫难决,对明日忧心忡忡,过去的,讨坏无法更改,有经验就借鉴,有教训就汲取,念想获胜,后悔太多没啥用。 现在的,学会接受和面对,只要努力了,坚持了,到位了,其他的就交由外界,未来的,尚没有来,可以设计和遐想,然后又不及,只是等待。 谁都怕付出的深情没人领情,再热烈的感情也需要回应,谁都怕给予的在乎没被在乎,再痴心的守候也需要对等,自言自语说了很多,却听不到一声真心的答复。 巧手以盼等了很久,却看不到一个身影的轮廓,经历了许多,人生就是一场懂得,见一段流年的时光,握着一路相随温暖,把最平淡的日子梳理成事业的风景。 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努力,而是方向,人生,有痛才会完美,一满平川的人生,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,只有痛苦相伴,人生的道路不会平淡无奇,才会精彩无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